好了同学们 今天呢给大家开箱一款 来自1999年的 25年前的玩具 超能勇士 也就是变形天刚刚那个系列的 续作超能勇士中的 极先锋 我们一起来开箱看一下 这个是我花重金啊 从那个二手平台上购买的 先给大家介绍一下外包装 我不管大家说 这个外包装你别看平平无奇 我现在把里面的玩具拿出来 只把盒子卖到网上 就能卖300块啊 哇我不得不说 如果我在1999年 能获得这样一套 就这样的包装 这样的峰会 这样的透明窗的玩具 那我应该是世界上 最快乐的小朋友啊 首先这款的极先锋 它的变形形态呢 是一个叫做福粪 是一种鱼 大家俗称叫魔鬼鱼 然后这边beast war 就是超能勇士 当时是辽翼 这里写着 然后这个位置 这个我认识啊 叫海上司令官 然后我们看一下背面 哇 就这个盒子啊 如果放在我小的时候 就这个盒子 我能看半天 左边这个位置 应该是 我看不懂日语啊 应该是介绍 这句能看懂 应该是介绍这个 它们是怎么变成金属变体的 然后这边呢 是它几种可玩的 可变形的形态 这里大家看 made in China 这是1999年 我们中国制造的 然后出口到日本 然后在2024年 有我在接回来 下方呢 这里印着许多 其他玩具的类型 这个宿命的对决 就是黑猩猩和霸王龙 然后勇猛的对决 是哪两款 然后疾风的对决 闪光的对决 这一系列的对决 然后海蚁的对决 看完这个外包装啊 现在带大家 给它拆盒 小心一点啊 然后这上方呢 首先这里有一层塑料盒 这里有一张人物卡 我给大家拿出来 这不是一张简单的人物卡 这是一个可以随着我 视角旋转 大家看到了吗 它是可以有两种形态 在人物形态和这个鱼 也就是魔鬼鱼形态中变换的 这样一张人物卡 这个位置有一个错误啊 它不是在两种形态 它是在三种形态 大家看到了吗 这还有一个飞行形态 然后这个是在海洋形态 这个是人形形态 然后呢 在这张卡的背面啊 写了一些它的能力值 什么支力 我不知道支力是什么意思 耐久力我能看到 然后积极啊 勇气 火力 这就是极限风的一个任务状态 这张卡呢 因为时间比较久远 所以从侧面看 它有一点点边缘 有一点微微卷曲啊 大家看一下这个玩具的主体 当当 我不得不说啊 上一个玩家 就是日本玩家 他真的是 保存的非常好啊 好像如果我印象没有记错的话 好像日本的这个二手市场非常发达 是不是 他们有一个叫中古的 专门发明了一个词 对不对 哇 我给它取出来 我这款我非常满意的一点 就是它这个电镀 如果是一些保存不那么好的老玩具 这些电镀上边会有那些微微的小裂痕 但是在我这款上 几乎没有啊 二十几年前的塑料材质啊 非常非常的扎实 这里 有一个极限风的武器 我给它拿出来 这个呢 是在动画中有真实出现的 发射扫描器 它平时呢 会以一个小鱼的形象 因为这个鱼呢 本身在生物界啊 叫吸盘鱼 它会吸附在这个鱼的下方 这个魔鬼鱼的尾巴 我推测啊 是因为本身 它这个尾巴 如果直接放在这个盒子里 它这个整个盒子会非常大 所以它做了一个收纳 我就把这个给它拿开 下方 这有一个说明书 我一会儿给大家看啊 一节尾巴 然后 两节尾巴 我们把这个武器 也给它拿出来 然后这里 这里有一群比较好玩的小金盘啊 一会儿我们也给大家看一下 然后我们先看一下这个说明书啊 好 这里有一张 不知道是什么卡 售后调查之类的 然后给大家看一下说明书啊 这说明书保存的非常完好 还是全彩的 我的妈呀 1999年 我要是拿到这份说明书 我就是全世界最快乐的小朋友 大家看一下 哇 然后呢 这里有一些变形的流程 然后大家看这面啊 哇 这面呢 就是我刚才说的 它是其他几款玩具的 类似于一个导购 这是宿命的对决 就是黑猩猩队长和霸王龙 然后比如勇猛的对决 这闪电和狂雕 把它俩放在一块吧 然后这疾风的对决 这是黄蜂的金属变体 什么 然后和黄豹的金属变体 闪光的对决 老鼠勇士 和这是什么 这是蛇鸟的金属变体吗 然后犀牛 刚立的对决 犀牛的金属变体 和狼猪的金属变体 杨岩的对决 这个我不认识 然后这个是和快刀勇士 他这里写着 Nintendo 这个我认识啊 任天堂啊 对不对 这是一个金属老鼠 和金属霸王龙的对打画面 也就是说 在1999年 那个时间节点 应该是推出过一款 任天堂的游戏 对不对 但是我不知道这款游戏 是搭载在N64上 接下来我们就把这款鱼形态 先给它拼装完成啊 首先呢 这个尾巴本身是可以作为它的一个武器的 然后我们给它安装上 25年前的玩具 我其实是还有一点点不感 但是你比如说这个质量真的真的很好啊 好啊 同学们 现在就组装完成了 大家可以看一下 哇 这是25年前的玩具 大家看 太帅了 我必须要说这个真的是太帅了 包括它上边这个电镀的效果 现在好像这个电镀啊 已经 因为不太环保 所以 很多大的玩具厂商都已经逐渐的抛弃了 包括 变形金刚的母公司 孩之宝 然后大家可以看一下 它这个尾巴呢 有两段 可以调节的 比如说我们可以摆一些造型 对不对 这样 啊 这样 游过来 对不对 然后大家可以看一下底部啊 我觉得底部同样非常爽 大家可以看一下它这个翅膀的涂装 还有一个从绿 到蓝色的一个渐变效果 然后这个位置呢 是一个超能勇士动画片里叫巨无霸 他们这个阵营叫巨无霸 不是麦大劳这个巨无霸啊 他们这个阵营的一个足灰啊 这样一个效果 我们把这个小鱼给它连接到下方 据我所知 西盘鱼好像比较多的是在鲨鱼 鲸鱼 它们的肚子下边 它是放在这个鱼的下方 哇 我觉得这个效果真的非常非常棒 然后这个位置是鱼的嘴巴 然后这两个是鱼的眼睛 大家可以看一下 25年前的玩具呀 我的妈呀 然后呢 我现在来给大家快速变形一下 首先它有一个飞行形态 飞行形态呢 我看看大概是这样 好像大概是这个样子 这个形态呢 是在动画片里出现过的 而且我不想让它失望 就是极尖峰的一个飞行形态 实际上的魔鬼鱼真的是可以飞的 我给大家看一下小视频 它真的是可以跃出水面 当然它不叫飞 好像是在产卵季节的时候 会有这种跃出水面这样一个效果 这一节尾巴 首先我们要给它拆下来 两节给它打开 这是它两个腿 我特别喜欢以前玩具的一个原因 就是它变形很简单 现在的那个MP系列 其实超能勇士的我都买了 但是真的就买回来我就不想变 因为很复杂 全是那个片片包裹 你看以前的这个玩具大开大合 我相信即使是一个八九岁的孩子 也可以非常快速的给它变形完成 好了大家看 现在就是极先锋 已经变形完成了 我给大家摆在这里看一下 因为它本身的这个变形原因 所以说后边这部分没有办法做到一个很好的收纳 但是它的牺牲是值得的 一会儿我给大家演示一下 我给大家看一下 我觉得这个真的是太漂亮了 我认为这款应该是超能勇士这个系列里 它和狂飙一个大螃蟹 它们两个设计完成度应该是最好的 也就是玩具设计和动画中形象最贴合的 它有一句特别精简的台词是 我不是为了复仇 我只是为了公正 停止你的复仇吧 做些有益的事 我并非为了寻仇 是为了公正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 25年前玩具的一个玩法 它这个枪是可以插入子弹的 大家看 放在它的手心 当我按这边这个小鱼尾巴的时候 看到了吗 按这边这个 就这些小联动的弹簧机构 现在的很多玩具 它们都不做了 这只是它的第一种武器形态 然后看 我们把它的头部给它打开 我们把金盘一片片给它放进去 这个金盘在动画片里 对应的是极先锋用胸口去发射 类似于能量波 这样一个 这样一个 这样一个效果 它的操作方法 就是为什么这个背包没有收纳进来 我给大家感受一下 发射 看到了吗 发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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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到了吗 很有趣 是不是 真的很有趣 99年那会儿 我没有办法拥有这么一款奢华的玩具 我不太清楚这款玩具的99年卖多少钱 我相信以我们家的财力 肯定是不够雄厚 稍显遗憾的就是在动画片里最后倒数第一集还是第二集 极先锋和刚才我们说的那个坏人狂飙 他们两个同归欲尽了 带有悲情人物的英雄更让人印象深刻 这是过了这么多年 可是我恐怕极先锋付出了最后的代价 在这里如果你是一个超能勇士的小观众 当年的小观众 现在的这个大观众 有一个不好的消息跟大家分享 就在就在前两天2024年的3月24号 给老鼠勇士配音的疗异 资深配音员余德元老师 人病去世了 享年82岁 什么事 你去问狂飙吧 他和吉仙峰两个正在湖底圈角相加呢 现在带我离开这好吗 我觉得人长大了 最不好的一点就是要跟童年时光 或者青春时光一个一个的熟悉的面孔 或者声音说告别了 好了 以上就是今天在这里 跟大家分享的超能勇士 吉仙峰1999年玩具的一个开箱 希望能够唤起大家一点点当年的一些回忆 我是钟文泽 我们下个视频再见